大家好,欢迎来到丛林学谷征课堂。 我们这节课要一起学习的曲目是根据草原儿女电影音乐改编的一首作品,即牛奶。 那么首先呢,也是让我们一起来先看一下在这首作品中我们新接触的一些技术点。 我们看一下谱子。 首先看一下乐谱的第十八小节。 在第十八小节,这个地方有一个ry和soul两个音。 那么它的节奏型呢,是大幅点。 同样我们在ry的上面会看到,那么在ry的左上角的方向,也就是我们以前在谈花指的那个方向,有一个ry的音。 那么在这个ry左上角有音,这样的一种技朴法呢,我们把它叫做装饰音。 那么在这个装饰音的演奏上,我们要注意,装饰音顾名思义,就是起到装饰的作用。 切不可把它弹成主音。 什么意思呢? 在演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ry要带过去弹。 那么我们通过读谱会发现,那我们正常的这个被装饰的这个音,是高音区的ry。 那装饰音呢,是在中音区的ry。 那我们在弹奏这个地方的时候,使用的是沟托的技法。 在弹奏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地保证,我们的沟的这一下速度要快。 大家看一下。 这个沟的这一下,就像一带而过的。 并且呢,装饰音是不占实质的。 也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因为有了这个装饰音,而影响到这个乐曲里面我们主音的实质。 装饰音是一种井上添花的音,所以我们不能让它成为一种盲中添乱。 那我把这两小节连起来给大家谈一下,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装饰音。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要学习的技术点。 第二个要学习的技术点,大家继续看一下谱子。 我们看到谱子的第55小节。 在谱子的第55小节里面,我们会发现, 两个手都是16分音符。 但是右手,在16分音符的第一个和第三个上是有音的。 第二个和第四个是空拍。 那么左手呢,恰恰相反。 在16分音符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是空拍。 第二个和第四个上面是有音的。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给大家谈一下。 我们会发现,其实演奏出来的效果是左右手组合完了以后,是一组16分音符。 也就是我们最后的效果是拉拉倒倒。 还是16分音符的一种效果。 那么以后我们看到,凡是用这样的技术方式来去技术这个16分音符的演奏。 我们就要考虑要来使用点指,或者是也叫点弹的方式,或者还有人叫轮膜。 这三种方式都指的是同一种弹奏的方法。 那么这种方法怎么弹呢? 我们先对着谱子一个一个来找一下。 右手第一个拉是底下背低音曲的拉。 左手的第一个拉呢,是在低音曲演奏。 那我们看一下。 后面的这个刀呢,也是。 右手是在低音曲,左手是在中音曲。 好,我们把它连起来。 之所以叫它轮膜。 我们就是因为都是用膜来弹奏。 两个手指头呢,轮着弹。 所以叫它轮膜的技法。 那么在弹奏这个技法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 第一个是弹奏的手型, 依旧保持着我们弹抹的手型。 包括触弦方式,跟我们演奏抹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两个手在弹奏的时候, 尽可能要离得近。 在演奏的过程中, 始终要保持着向手心里面发力。 这样一种弹奏的方式。 不能出现什么情况呢? 大家看一下我。 手是往里面挠着弹的, 这个是不行的。 那么发力是往手心里面, 弹发力。 往后要移动琴弦怎么办呢? 依旧是靠我们的扫臂前后去带。 比如说这一句, 我给大家稍微快一点弹奏一下。 大家看一下我的胳膊是怎么来动的。 好,我再多弹一点。 大家会发现, 我在弹奏的时候, 基本都是依靠手指尖在动。 所有的移动的时候, 都是靠胳膊再往回拖, 或者是往前送, 来进行弹奏。 那么在弹奏这个轮膜的时候, 还有一点需要大家特别的注意, 就是一个双平均的原则。 第一个平均指的是我们弹奏力度的平均。 第二个平均指的是, 我们弹奏音与音之间的距离是要平均的。 那么在最初练习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出现右手劲儿大, 左手劲儿小的情况, 或者出现左手跟不上右手的情况。 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 我给大家出一个小招。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呢, 不妨可以尝试一下。 一般我们在练习轮膜这个技法的时候, 都会是右手先起步。 那么我们反过来, 我们试一下左手先起。 比如说, 日常我们弹的时候都是, 右手是第一个, 左手接着跟上它。 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练, 左手先来它。 那么经过一段这样的练习以后, 我们左右手的音量, 以及左右手手的这种弹奏,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 这个是轮膜。 其实在这首作品里面, 我们的轮搓并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轮搓。 那么这里面呢, 右手里面有小搓, 但左手依旧是膜。 后来右手又变成了大搓, 左手依旧还是膜的这根弦。 那么在弹奏这个的时候, 我们同样也要注意, 左右手音量上的一个平均。 那么第三个技术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乐谱。 倒数第三个小节。 在倒数第三个小节的时候, 有两拍的音, 分别都是拉。 在这两个音中间呢, 有一个箭头。 这个箭头呢, 方向是冲下的。 那么这个呢, 我们叫它瓜奏。 瓜奏是我们在鼓针演奏过程中, 一个非常常用的技法。 那么它具体到怎样演奏呢? 我们看一下谱子。 箭头冲下, 就指的是弹奏下行的瓜奏。 在第一课中, 我就给大家介绍过, 何为上行, 何为下行。 上行指的是我们由低音往高音弹, 叫上行。 那么下行呢, 指的是从高音往低音弹, 为下行。 当时还给大家举过例子, 上楼就是从低往高, 叫上楼。 下楼呢, 就是从高往低, 叫下楼。 一般来说, 我们在弹奏下行瓜奏的时候, 也就是由高音往低音挂的时候, 都是使用拖来进行瓜奏。 那么拖的时候, 跟我们谈小瓜奏的这个, 是基本上方法是一样的。 但是它可能范围更大一些, 并且瓜奏时常会占拍子。 那么在演奏瓜奏的时候,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还是我们的音色上的优美。 在弹奏瓜奏的时候, 我们不可使用同样的力度, 一推到底。 什么意思呢? 很多的征友在初学前的时候, 特别是小朋友在初学前的时候, 他对瓜奏是掌握不好, 或者他弹奏的声音是没有概念的。 所以瓜奏弹出来特别的难听。 主要难听在哪里呢? 就是他力度没有掌握好。 他从下第一个音开始, 一直到结束, 所使用的力度都是同样的。 都在这样谈。 大家听一下, 这样是不是又丧失了我们瓜奏的美了? 那么一般来说, 建议大家常用的尾巴一定要收。 那有很多可能还会头上也会收。 那具体呢, 我们用怎样的一种音色去演奏, 要根据乐曲的需要来进行调配。 但是, 在此提示的是, 不能在刮奏的时候, 使用同等力度一刮到底。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要给大家提示的这首作品演奏的几个技术难念。 那么接下来, 依旧我给大家提示一下, 这首作品演奏的一些音乐上的难念。 这首作品呢, 是根据电影音乐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而改编的。 所以, 在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 歌唱性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我从头给大家来一下。 好, 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也大量的使用了柔弦。 但是在柔弦的时候呢, 我们基本上还是以润色性的柔弦为主。 也就是说, 它不改变硬杠。 千万弹奏的时候, 不能弹成这样。 这样听起来, 会不会音乐上会觉得特别的奇怪? 而且把这个音乐里面旋律的美感全部都给破坏掉了。 所以, 在演奏前半部分的时候, 提醒大家注意, 在这里面演奏的时候, 我们的柔弦的使用。 这是这个乐曲里面, 第一个音乐上要提示大家的。 第二个, 我们看一下第十七小节。 从第十七小节开始, 其实就算换了音乐的素材了。 前面呢, 我们看一下。 往后。 这个里面有一片的大搓。 在大搓的里面建议大家做弱起健强。 为什么呢? 因为后面的咪咪咪拉搓又是一个强的。 而在这个之前呢, 那个拉搓是一个收弱下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弱起健强, 把这两个乐曲连接起来。 好, 我们再接着往后看第三十三小节。 第三十三小节又是一片快四点的段落。 这里面本身的技术上呢, 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难点。 但是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快四点的换弦。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旋律。 好, 谈到这里大家会发现, 在第三十五小节的 有一个勾托摩托换成摩托摩托。 在这个换弦的时候, 我们要保持音乐的连贯性。 不能因为这里面有了换弦, 音量突然间下来, 或突然间强上去特别多。 整个这一小节呢, 其实是一个弱起健强的, 是在走一个健强。 那么所弹奏的换弦之后的每一下声音, 也要走到这个健强上来。 这是第一点。 第二节我们继续往后看。 第二十九小节, 在这一小节有一个稍微难一点的换弦了。 就是从这个倒刀刀拉, 然后接着跨一个八度, 执法是由抹到托。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是建议大家使用一下胳膊带的力量, 把这个音送过来。 同时呢, 刀刀刀拉是一个往下走的句子, 拉刀扫拉是一个往上扬的句子。 那么这里面强弱的对比, 希望大家在练的时候把它做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后看, 到第四十九小节。 四十九小节呢, 这里面已经加入到了左手。 那么在这个小节演奏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整体音量上的平衡。 不能因为加入了左手以后, 整体的这有左手的声音, 比没有左手的声音要大出非常多。 我给大家演奏一下。 要尽可能地注意到我们两个手声音的平衡。 那我们继续往后来。 好, 大家看一下。 我在做这个轮往的时候, 其实是在做一个小的建墙的。 接着我接上了小撮的轮撮。 在前面的基础上继续往上推。 接着我又接上了大撮。 那大家会发现, 这三个层次, 其实是一个整体在往上做建墙的。 所以请大家在做这个的时候, 要注意, 不要每一组都回到特别弱去做建墙, 再回到特别弱去做建墙。 这个是没有必要的。 我们整体这一句做一个大的建墙, 音乐就非常好听了。 那好, 我们继续往后来。 后面接了我们的瓜奏。 乐曲结束。 那好, 我对《挤牛奶》这首乐曲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5点钟, 。 那麼,